8月21日复盘 新情况 明后两日必须放亮阳或者说足够强 方能化解新风险 新风险是指重心继续下移 持续震荡 持续磨 那么我们来看日开的表达 日开表达的话 那么两根阴线依然没有把前面的三亮阳向下覆盖 也就是说2839.39的低点还没有破 其实呢 接下来观察的重点 2839.39迫与不破 无关紧要 真正的重点在于 例如说在五分钟结构上面来讲 当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什么是新的情况 例如说从3174点位以来 咱们前面做出过这样的处理 什么处理呢 把它作为五分钟不断的中枢延伸 以至于升级 作为一个升级中枢来去看待 而后的话呢 前面作为新的进入段 后面的话呢 作为新的离开段 离开段呢 是一个五分钟的攀整下跌且被迟 好 当前的话呢 五分钟线转上 把前面中枢越过去了 前面五分钟线转越过去了 它是五分钟结构转强 空转多 弱转强 那么当前呢 是一个新的五分钟线转下 这个新的五分钟线转下呢 2839.39的位置并没有破 那么也说五分钟的二买依然没有被破坏 这是一种 第二 即便呢 这个位置破一下前面的低点2839.39 那么呢 因为前面这一段的离开是急切的 如果说呢 向下破一下2839的位置 那么对应的 只要说他们之前保持被迟 那么五分钟的一买也是随时可成立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小周期来讲 2839.39破一不破 并不是核心点 核心点在什么地方呢 核心点在于市场发生了些新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指什么呢 这个位置作为一个中枢震浪升级处理 那么如果说再度冲高 回落 如果回落过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再度往上冲高的时候 力度很重要了 为什么呢 如果说再往上 力度如果说不够强 那么他将上演的是新的五分钟中枢不断增了 甚至已经达到了可以升级的条件 如果说达到升级的条件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这里面呢 他的演化当中就可以把它作为两个同级别的中枢 而且呢 中枢高低是有接触的 那么呢是可以用中枢扩张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表达的话呢 如果说接下来的再度五分钟向上的线段的反弹 力度就至关重要 如果力度不够强 力度比较弱 防范的是再度向下重心下移 然后的话呢 再勾住新的五分钟中枢 而后的话呢 还继续磨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推演的情况 想要把这种风险给化解掉 就需要接下来 明后两天 新的五分钟向上线段 要足够强 足够强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12839.39的位置不破 好 开启一个向上的五分钟线段 而且呢足够强 它们之间没有被迟 那么呢 才能够继续去期待 日开从2839.39以来的日线 相当一笔的生长和演化 那么五分钟走势的话呢 观察一个五分钟向上的走势生长的情况 好 这是足够强 那么呢 才能够往这个方向去推演 然后的话呢 它上方的呈压的节点 或者是重要的关口的话呢 在2987 也是在3000点附近 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 好 这是强的一种情况 如果不够强的话呢 那么 当前这个位置2839.39的位置不破也好 而在一个五分钟线段上 好 前面2905的位置不能越过去了 围绕着前面的作为一个 五分钟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 再往下 那么防范的是后面的继续 重心下 一继续模 但是呢 它又不改变日开大级别 看机会的节奏 为什么呢 日线的线段下 MISD底背 里内部有结构 有背磁 然后的话呢 前面的日线线段上 前面的地点又不破 对应了日线 依然属于大二买的节奏附近 只不过呢 它的内部可能就会更加的 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重心 不断下移的过程当中 更考验内心 更加的磨 所以说明后两天至关重要的 就属于当前这个五分钟线段下之后 新的五分钟线段上 力度很重要 至于说2839.39破也不破 是次要的 但是呢 线段下之后 新的五分钟线段上 有力度 力度足够强 那么的机率向上去跟 而且的话呢 反弹延续 如果力度不够强的话呢 防范呢 就属于 震荡也好 摸底也好 或者是重心下移也好 那么就要是一个新的隐患了 好 那么这里面 新的五分钟线段上 会不会给呢 一定会给 这里面的话呢 从走势的这种规律来讲 线段上之后 必然线段下 线段下之后 必然线段上 你要都放在30分钟图形上面 来讲就属于 30分钟一比上 30分钟一比下一比下一比下 之后必然会有新的30分钟一比上的 呈现 如此而已 好 当前的话 而且从2905的位置里 它已经是一个一分钟的趋势下跌了 就说呢 第二个一分钟中枢已经 嗯 生长 而且呢 是增长的一个视角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对应了 明天 如果说呢 找盘的时间基点 列数来向下 只要说呢 不是急跌 把2839.39破掉 那么对应来一分钟的趋势下 有结构有被迟前面低点不破 五分钟二买 谁都可成立 那么呢 可以期待一个一分钟级别的 向下反弹 也就是五分钟 现在的向下反弹 接受了 明后两天 大概率能够预见到一个 一分钟级别的反弹走势 和五分钟 现在的反弹走势 那么他们的强弱关系 就直接影响到后面 该反弹能不能有更好的延续性 如果说前面低点破了 破了2839.39 然后呢 再开启一分钟级别的反弹 如果这一分钟级别反弹 足够强 把2905的位置都能够有力度的约过去 那么只是把它作为新的爱灵 观察新的日线比 已经到五分钟 向上走出生长的可能 如果这个位置不破的话 那么对应的就是五分钟二买下 然后再观察向上 就是新的五分钟线段上 以及日线一分钟级别的走势类型上的力度 影响到接下来反弹是能不能更好的延续 好 这是对于商政指数当前考察的这样的一个重点 当然对于各股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结合着比价 尤其是要么是趋势拐点股型转活 要么是超低反弹的剧情 然后的话呢 结合着资金的惯性来进行捕捉 好 这是今天对于盘面 结合常论结构的视角 结合那走势演绎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日开 依然属于达尔买的节奏附近 只是那五分钟层面来讲 这个位置观察的细节就在于当前再度五分钟线段上的时候 有没有量能有没有足够的力度 有力度向上延续向上举根 没有力度的话呢 防范的是中枢升级过之后和前面构成了同级别 那么同级别的话呢 那么就不能把这一段看成前面的离开段了 你只能 不管处理方式有两种了 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位置一旦什么了一旦他的升级过之后 升级过之后和前面已经是同级别的说 那么就不能把这一段整体看成是他的离开段了 而是什么呢 要么是作为五分钟的内趋势 做为什么呢 作为更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扩张升级 升级的话呢 一种方式 哎 再走一个五分钟走势类型和前面形成这样的一个 呃 形成这样的比较 这是一种推演 另外的话呢 为了的最近的中枢观察新的三类买卖点哪一先来 所以当前的话呢 小周期来讲 明后两天的反弹力度 是一个观察的重度注重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再见